字幕提供 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數位內容資訊安全裡面的這個加密演算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加密的過程之中 很重要的就是密碼學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了確保資料在傳輸或者是儲存的時候的機密性 那機密性的意思就是說 讓人家看不到內容 或者是看到了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那避免未被授權的使用者 虧得資料的內容 讓這個資料經過加密 所以加密是很常用的一種手法 那各位可以把這樣的一個過程 以這個公式來呈現 那我們先看這些公司底下的 參數 K代表Key 精料 M代表名文 Message的意思 那C代表Cypher Text Cypher Text就是加密過後的內容 叫做密文 那這邊有兩個韓式 一個是E 然後呢就是加一個括號 就是加密演算法 那D加括號呢 這個就叫解密演算法 所以寫成式子就是這樣子 我們使用加密演算法 搭配一把精料K 針對Message 做加密 處理完的東西我們稱之為C 這樣OK嗎 好那解密的時候 這個C代表密文對不對 那我要針對它做解密 就是套用解密演算法 搭配正確的精料K 那自然就可以解出來 所以這個C 我們可以把上面這個套進來 就變成說 我把這樣的一個內容呢 把它解開 然後呢得到訊息內容M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式子 好那在密碼學相關的概念上面 我們通常會討論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加密演算法 為什麼要公開給全天下的人知道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呢是公開演算法呢 就比較不佔儲存空間跟傳輸空間 這個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不公開 那你是不是要想辦法讓接收端知道 你用的是哪一種加密演算法 那因為你不公開 所以我就得要 從這個 你傳過的資料裡面先去解開 然後才了解這個 這個 加密的過程 所以這樣是不是會佔掉一些儲存空間 或者是這個傳輸空間 所以 第一個 要公開出來 第二個呢 你假設不公開加密演算法 其實 也沒辦法保證你一定是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公開你就連著資料一起傳 那中間截獲的人是不是也就看到加密演算法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其實也不代表說 你不公開就 這個一定安全 也沒辦法做這樣的保證 再來呢 透過公開這個加密演算法的話 大家看演算法就可以去 達到這個 使用同一個標準進行加寫密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 它可以避免相容性的問題 好 那密碼系統的安全程度 可以分這兩種 一個是無條件安全 那另外一個是計算安全 那無條件安全的意思是說 不管 你用盡哪些辦法 收集到多少密文 你都沒辦法去 推估出 明文是什麼 這就是 這個 你收集資料再多也沒有用 另外一種就是 以目前的科技來看的話 在有限的計算能量下 它 能夠解得開 但是它解的時間呢 可能要非常非常久 比如說數百年 那代表什麼 你可以解啊 可是解開的時候 這個機密的重要性已經失去了 所以呢 它就會怎麼樣 可以達到 這個 我們在要求的 保密的期間內 不被破解的一個 安全度 所以這種我們稱之為 計算安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提到的 這個無條件安全密碼系統 大概 比較常見的是有這種 exclusion 那exclusion 簡單的 概念就是 相同為0 我們以位元來看的話 這個 最後一個位元跟最後一個 相同為0 不同為1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0 對應到這個1 就是1 好 那從後面算回來第一個 第二個呢是0 這邊也是1 所以它也是1 好 那從後面算回來第三個是0 那這從後面算回來也是0 那相同為0 不同為1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加密 好 那加密的過程這邊有一個式子 C等於K 金鑰 這是K 然後後面呢是M 代表Message 然後做exclusion 就是互次貨的意思 那互次貨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就是相同為0 不同為1 好 那在解密的時候呢 我把密文 跟金鑰呢 做exclusion 就可以得到名文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原始的名文是00111000 這是金鑰啦 講錯了 後面這個才是這個什麼 Message 所以解出來一樣是01010011 這代表什麼 解密成功 所以這種呢是屬於 無條件安全密碼系統 那在密碼系統的分類上 我們大致可以分成這兩類 一個叫對稱式加密法 另外一種叫非對稱式密碼系統 好 那對稱式密碼系統呢 又可以稱之為 這個秘密金鑰系統 那也可以稱為單金鑰密碼系統 意思就是說 加密跟解密呢 是使用同一把金鑰 這是一般我們 在日常生活上常用的一種方式 就是包括你的門鎖 關門跟開門呢 都是用同一把 這個開門的金鑰 好 那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屬於非對稱式的這個密碼系統 那非對稱式的密碼系統 它的特性就是什麼 它就是 加密跟解密 用的金鑰呢 是不一樣的 可是它都可以達到 加解密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 這種非對稱式的密碼系統 又可以稱之為 公開金鑰密碼系統 或者雙金鑰密碼系統 那早期呢 有一些加密演算法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蠻好玩的 那在傳統的加密演算法 的做法呢 比較常見的就是有一些叫做換位法 那換位法就是把位子打亂 就是我把這個原本的順序 比如說這邊有1234567 12345678 然後打亂之後呢 順序就變了 那如果是文字的話 一樣是把位子 把它弄亂 那另外一種叫替代法 因為換位法 你把它調一調之後 基本上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其實 這個加密的效果 比較不好 那替代法的話呢 它是有另外一些資料來替代它 所以有這六種 簡單替代法 編碼法 同意 同音益字替代法 多字母替代法 多圖替代法 還有旋轉 旋轉機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簡單的替代法 基本上我們就是找另外一組 把 假設以英文來看的話 就是找 把這個26個英文字母打亂 然後再一一配對 原本的A用G來取代 原本的B用E來取代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的一個對應法 然後就把它加密過 不過呢這個在 收集夠多資料的時候 其實就會被破解 所以這樣的方法呢 在發明的時候 蠻有效的 但是過一段時間 就被破解了 編碼法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這個 對照本 它有一個隨機編碼簿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比如說電腦 它的號碼就是0711 然後資訊就是1232 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找到對應的詞 然後來找什麼 找相對應的編碼 號碼出來 然後把它排列出來 所以你收到的是一串數字 可是呢 在這個接收端呢 因為它知道 它有跟你一樣的這個編碼簿 所以它可以按照這個編碼簿上面的訊息呢 去對應到原本的名文 把資料取出來 所以它關鍵在哪裡 這個編碼簿上面 所以這個編碼簿一旦遺失呢 整個密碼系統也就破解了 好 那再來這是同音抑制替代法 那這樣的方式就是說 因為 我們希望把它的亂度增加 所以 我們呢 假設英文字母C呢 它有這麼多種 07117083 有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1呢 有另外一個 0417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 編碼的時候 比如說Computer 那我們這一次C 我就隨便挑一個 然後1呢 隨便挑一個 把它塞起來 就變成一堆這個數字 好 那除非呢 你 這個 看到訊息的人 有同樣的這個 對照表 不然的話 你會沒辦法知道原本的這個 數字對應到的是哪一個字母 為什麼 因為 當你這個 對照的這個數字 如果是固定的話 收集久了會被發現 可是因為你 每一組 每一個字母呢 它的 數字很多 所以呢 它在統計上的難度呢 就稍微提升一點點 但是呢 這終究不是長久之際 因為 以現在的電腦運算量 其實很快就可以做出統計圖 那 大概也就可以猜得出來 它對應到的字母是什麼 所以以現代來看 這樣的密碼系統 其實安全性還是不夠高 好 那多字母 替代法的意思呢 就是把它用數字 兩個 兩個這個 這個 這是名文對不對 這是金鑰 好 那我就是用它 比如說C的ASCII控碼 對應到L的ASCII控碼 相加之後 再去Module個N 所以這個 K就是K在這邊對不對 所以相對位置呢 相加之後呢 再去 取N的餘數嘛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例子都是英文的話 就是用26來做 所以呢 加密碼之後的密文就長這樣 所以呢 你如果沒有金鑰的話 你就不知道怎麼去還原它 這樣子 所以你其實到時候就是用它去剪它 然後去Module就可以得到原文了 就可以把它逆著做回來 就可以得到 這個解密的這個 明文資料 那多圖替代法呢 它是有一個圖 然後呢 它有一些規則 我們先來看一下規則 每一次呢 我取兩個字母 取這兩個字母出來之後呢 我看它所在的位置在哪裡 按照這個規則 底下有五個規則 然後呢 會產生C1跟C2 C1跟C2的意思是 加密過後的密文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如果說 你取的這兩個字母在同一列 這邊特別說明一下 直行橫列 所以列代表弱 橫向來看 那如果兩個是在同一個RAW的話 那它就往右一個 如果兩個是在同一個Column的話 就往下 往下 那如果兩個在不同的Column 不同的RAW的話 那就取對角 取對角 那如果 這個 兩個字母呢 是一樣的話 那就留一個空白 設定為X 用中華方式來做 所以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個是隨機產生的一個Pair 這是不一定會長這樣 那在這邊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的Message是Computer 好 那我也是抓兩個字母出來 所以CO CO在這邊 好那我們剛剛講 同一個RAW 往右移 所以就變成OD 對不對就變OD 好那MP呢 M在這裡 P在這裡 對角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取H跟T 對不對 H跟T 好那UT呢 U在這裡 T在這裡 好那我們在同一個RAW 就往右移 所以U就會繞一圈 變成取得M 那T就往右移 就變得了什麼 U 好那ER呢 E在這裡 R在這裡 一樣取對角 就H跟G 好這樣完成加密 好那取出來的時候 一樣嘛 你解密的話 套用同樣的規則 如果H在這裡 G在這裡 那取它的對角 變成E跟P 好 E跟P H跟G 就是E跟R 講錯了 因為對應到的位置賽 E跟R取出來 好 就可以解密了 好那這個旋轉機呢 比較特別 它是用一種實體的機器 那它有很多滾輪 那每一個轉的速度呢 不一樣 好那我們來看右邊這個翻例 從這邊我輸入一個A 好那這個滾輪呢 快速的這個滾輪呢 它對應到的是D 另外一面是D D對應到中滾輪的部分呢 它的另外一面呢是B B呢 對應到慢滾輪這邊呢 就是得到什麼E E這邊呢 會對應到一個反射滾輪 所以它會得到D 好那D呢 就彈回來 變成對應到這個慢滾輪的D呢 好那這個慢滾輪D的另外一面是A 好那對應到這個中滾輪的另外一面就是F 好那F對應到快滾輪的另外一面呢 就變成B 所以真正輸入A最後得到B 那因為它轉動的速度不一樣 所以它到最後會出現什麼 其實呢就按照什麼 這個它的規則這個旋轉的速度呢 來進行加密 這是旋轉機的部分 但是呢這些加密演算法呢 各位看下來應該也覺得 是蠻有趣的 可是事實上要破解它並不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用Blue Force Attack 你把每種情況Try一下 大概你就可以得到原文了 因為出來只要有意義 基本上就是那個意思了 另外一種呢是統計攻擊法 也就是說 它把這個雖然看起來是亂亂的內文 可是呢我把它經過統計 因為我們一般的文章 一般文章 26個英文字母出現有它一定的規律 哪怕在長篇大論一樣都有它的規律 所以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統計出來的結果 跟一般常見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那顯然是什麼 我只要把它移動過之後 就可以得到原始的明文 就把它做移動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出現頻率如果說 不一樣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透過統計學的方式去把它做調整 就會被統計攻擊所破解 所以呢近期呢 我們來看一下 傳統方式如果你把它打亂 那以中文來講說 今天我不回家的名文呢 經過轉換加密完之後變成回不添加我今 當然我們看不懂它在幹嘛 問題是這樣子的文字難道你會看不懂嗎 你把它調整一下你就會知道說 我其實這段話真正的要寫的是什麼 今天我不回家 對吧 就會加密過了 所以這樣代表什麼 這樣的加密其實不太有效 所以呢以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衛員 以衛員 當作處理單位的加密演算法 那這邊呢稍微介紹一下DES加密演算法 那是目前是應該已經被淘汰了 那剛淘汰了它是這個1970年代由IBM所發展 那後來變成美國的這個加密標準 那DES它的原文是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那它由美國國家標準局公佈 它這種加密演算法 那它主要的做法是把資料切成很多區塊 然後針對每一個區塊去做加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大家可以同時做 可以得到平行處理的效果 所以加密速度很快 那它是屬於一種對稱式加密法 也就是說它加密跟解密是用同一把金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把資料切成很多區塊 然後每一個區塊呢它的大小 資料的大小是64個位元 所以如果超過的話它就切成很多塊來做 所以它是要把資料切成一塊一塊的來進行加密 所以呢稱之為區塊加密法 好那如果最後一個區塊呢大小呢 不到64的話就補0了 把它補滿補到64位元為止 那在DES的這個加密裡面呢 它使用到的金鑰呢長度也是64 但是呢它真正有效的這個金鑰長度只有56個 為什麼 因為另外八個是要拿來做這個錯誤檢查的 萬一的金鑰裡面有一個位元錯了 你透過這個錯誤檢查更正了 你就可以知道說 喔裡面呢 金鑰裡面有一個位元是錯的 所以真正這個有效的是56 那它總長度是64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八位元是用來做錯誤檢查用的 好那接下來呢 也因為呢 電腦的硬體發展實在是非常的快速 然後要破解56個位元的這個金鑰來講 其實呢並不 並不會很難 那所以呢 現在如果還有採用DES的 很多都是採用Triple DES 然後就是做三次的加密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做加密一次加密兩次跟加密三次 真的會比加密一次來的安全嗎 這等一下我們會來探討一下 所以當你用Triple DES的時候 就是三次的這個DES加密的話 那它的金鑰長度會擴展到168個位元 那顯然它的加密長度 它的金鑰長度呢 就變得比較大 那變得比較大的話 原則上它的加密安全度呢 應該會提升 但是關鍵還是在於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的Triple DES 它到底是怎麼去運行的 好那在這個DES裡面 它有三種加密模式 那分別為 ECB CBC CFB 跟OFB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差別 ECB的加密模式是這樣子 它們把每一塊呢 我們剛好講說 我們把資料呢 切成很多塊 然後呢 一塊一塊的去做加密 所以在加密的時候這一塊 對應到就是用DES加密網 就得到Cypher1 就是第一塊的這個加密的密文 然後解密的時候 就拿它去透過DES取得 名文 然後呢 這樣子 假設有很多區塊 就把這些區塊串起來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結果 那這樣的好處呢 是可以做平行處理 速度很快 因為大家同時做嘛 各位可以想像 在平行運算裡面 它這樣一個就是一個Pipe 然後這樣可以做運算 好 那相同的名文呢 會產生相同的密文 這個 就麻煩了 因為它會被什麼 剪貼替換 然後呢 這是它的這個缺點 好 所以呢 有人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呢 就想出另外一種 一樣是在DES 只是呢 它的這個流程呢 做了一些改變 那這個是Initial的Vector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初始化的亂數 然後呢 未給這個名文 然後做exclusio 好啦 exclusio呢 再用DES去加密 加密完的結果呢 它會產生 一組資料 然後 丟給第二塊 第二塊一開始呢 並沒辦法開始做齁 它要等第一塊做完之後 它才把 第一塊的 這個加密後的資料呢 拿來做什麼 跟我的第二塊名文呢 做exclusio 做完exclusio呢 再用DES去加密 那以此類推上就把 彼此之間掛上一些關係 所以呢 它的這個 密文呢 就是這樣子一路做過來齁 好 那在解密的時候呢齁 這個 一樣 因為你有保有這個 一開始的初始項量 所以呢 你一開始用DES去解密 解密出來 再做 再跟什麼 初始項量做exclusio 就可以得到名文 那因為你有密文 所以它可以做什麼 把丟給第二塊 第二塊就是 也是用這個去解密 解密完之後 再做exclusio 就可以還原成真正的名文 齁 所以就這樣 一個掛一個 齁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 相同的名文呢 可以產生不同的密文 為什麼 因為它會搭配前一塊 的這個 加密後的密文呢 來做exclusio 所以會再把它打亂過 所以它可以解決我們 剛剛有講的傳統的這個 平行處理下的這個DES 它存在的 減貼替換的問題 齁 那在這個方法上不會有 不過呢 它的缺點就是什麼 它已經打破平行處理的好處齁 所以它變成是 就要循序性的 依序的去 去做這個 處理 那還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它前面一個位元錯 後面就全錯了 因為你exclusio錯 就後面就錯了 所以內容就會 完全失去 呃 真正內容的這個結果齁 好 那CFB的做法呢 齁 一樣它有初始項量 它是把這個初始項量 拿來做DES的加密 加密完呢 去跟這個訊息塊呢 做什麼 做exclusio 齁 那密文呢 經過exclusio之後的結果 再去拿去加密 那加密完之後呢 再去什麼 再去跟第二塊呢 做exclusio 齁 所以真正呢 一開始加密的對象呢 是初始項量 齁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密文 處理完之後 再做一次加密 齁 然後呢去做exclusio 好 所以這是它的 CFB的一個做法 好 那CFB在解密的時候 一樣是什麼 把初始項量呢 做什麼 解密 解密完之後的結果 去跟密文 做exclusio 我就可以得到明文了 好 那這個密文呢 去拿去跟什麼 拿去做DAS的解密之後 再去跟 這個第二塊的這個密文呢 做exclusio 就可以還原出明文 齁 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 一個密文區塊 錯誤呢 它頂多是影響到下一個區塊 齁 它不會一直影響下去 齁 所以它的這個 加密的區塊呢 長度是可以變動的齁 但是它缺點一樣 跟前面一樣 是不能平行處理 因為它把區塊跟區塊 掛上關係之後 就沒辦法做平行處理齁 再來看第四種齁 就是OFB的部分齁 那OFB的部分呢 齁它就是 把這個 我們叫做這個初始項量呢 做DAS加密之後 那我們假設它是S0 齁 然後呢 它除了跟它做 跟第一塊做什麼 跟第一塊做exclusio之後 產生密文 同時呢 這個初始項量加密完的東西呢 再經過一次加密之後 變成S1 然後呢 去跟第二塊呢 做什麼 做exclusio 齁 再加密 然後呢 加密完的結果 再跟什麼 跟這個訊息呢 做exclusio 齁 這樣子去做齁 一時類推 好 那在解密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初始項量齁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做加密 齁 做解密啦齁 解密完之後呢 去跟密文做exclusio 就可以還原成原始的明文 那 S0呢 經過再一次的解密之後 就會得到S1 再去跟什麼 再去跟密文呢 做一次exclusio 得到第二塊的明文 齁 以此類推就可以取出來 齁 就是它解密的一個過程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 Triple Dash的一個 這個效果齁 齁 我們剛剛有提到齁 齁 因為 如果只是講DAS的話 它的加密的這個效果呢 其實是有限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長度只有 金鑰的長度只有56個 經過8個位元的檢查碼之後 也才64個 那以現在這麼powerful的運算來講 其實很快就破解了 所以呢現在改成168位元的金鑰 那怎麼做呢 就是明文呢 經過三次的這個加密之後得到密文 齁 那這次呢 在這個過程呢 它有1233把金鑰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Triple Dash的使用模式有三種齁 一個是什麼 三把 都是用不同的金鑰 所以你的金鑰要有三份 那你就是 56乘以3嘛 56乘以3就168位元 齁 那採用的方式是加密 加密 加密 所以它是三次呢 都是套用都是加密 只是呢 金鑰都不一樣 那它的安全度呢 就提升了齁 那另外一種呢 是ED1啦齁 這個1代表加密 D代表解密 然後1呢 又是加密 所以它金鑰三個都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回合呢 用金鑰去 第一把金鑰齁 紫金鑰去做加密 加密完的結果呢 齁 用第二把金鑰把 然後應用什麼 解密的流程去把它做一次 齁 然後呢 第三個回合再次用加密 一樣是用另外一把金鑰 所以它一樣有三把紫金鑰 去做這樣的一個流程 齁 所以它的用處是什麼 其實各位可以把這個DES裡面的加密 跟解密呢 看作是同一個概念齁 因為解密也是不斷的做 交換跟這個 exclusive齁 齁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我用三個都是什麼 加密的過程 但是我金鑰只有兩把 它的金鑰長度只有112 好 所以它任選兩個DES的金鑰設定 齁 那你可以跟第一個跟第二個用同一把金鑰 或者是呢 這個 呃 前面 第一個跟第三個是同一把金鑰 中間不一樣 齁 其實就是自己去搭配組合 你要 把金鑰齁 齁 你只有兩把那你要套用在哪裡齁 自己去把它定義出來 齁 那就可以增加它的安全性 那再來就是EDE2啦齁 一樣是兩把金鑰齁 齁 那你要怎麼去套也OK 但是呢 有的是要加密 當然 唯一的特點就是你不能齁 你不能把 加密套用K1 解密也套用K1 這樣就沒有用了 因為加密完又解密完 就變成明文 明文再去加密 其實就變成只有一把 什麼 就只有一個 加密一次的概念齁 所以你應該是 K1拿來做加密 K2拿來解密 然後呢 加密的部分呢 就要再用什麼 K1再做一次加密 這樣才會提升它的安全性齁 好 以上是以目前的這個 加密演算法的簡單介紹齁 跟各位分享